隨著環保意識抬頭 以及有關單位的積極宣導 回收汽車換下來的 廢機油以及濾油器的觀念 已經逐漸地深植人心 即使不是自己更換機油的駕駛人 對於廢機油回收也有基本的概念 至於請到或者是滴落在路面的 廢機油又該如何處理 專家表示使用細紗 或者是紙巾吸收之後丟棄 才是正確的做法 保養車輛需要更換機油 這是許多駕駛人都知道的嘗試 而換下來的廢機油需要回收 現在也成為駕車民眾的須知 我知道機油跟濾油器都要回收 這是保護環境 濾油器是同樣的觀念 主要是要環保 這很重要 為了大家的身體健康各方面 一定要回收 把整個環境污染 除了廢機油需要回收 一些民眾也都有利油器 也必須回收的概念 因為一旦隨便請到廢機油 會嚴重地污染環境 一加倫的機油 其實會污染100萬加倫的飲用水的 所以它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金屬的污染物 像每个金这些最好的处理方式 其实就是将它回收 因为我们也不能把它丢到垃圾桶 因为丢到垃圾桶的话 我们会变成一般的垃圾来处理 那在洛杉矶或在整个家中 我们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 垃圾是带到掩埋场的 所以我们想象这些有毒的一些物质 它掩埋在掩埋场里面 其实它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至于泼洒或者滴落在路面的 机油该如何处理 用沙把它盖住吧 然后处理一下 那水大概就吸化掉了 吸化掉到哪里 有的跑到花园什么都到处乱跑 由于机油流入下水道会污染海洋 因此正确的做法 事先把油渍吸收之后才丢弃 自己在家车库换机油的话 如果有滴落下来的情况 我们是拿纸或者是布把它擦干净 量比较大的话 我们可以用猫砂去把它吸干 然后再把猫砂扫干净这样子 而不是用水去冲它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需要回收的东西很多 废机油只是其中一个 而落实回收程序 就可以为保护环境尽一份心力 有关于加州的任何回收计划 可以上到州府的网站查询 需要设计划